考盘议师历来被认为是歌颂影视 在山林间快乐隐居的一首赞歌 那诗歌的内容很简单 但是它的主题却很特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闲人影视 归隐山林的美学文化传统 也相应在文学上产生了影艺师的流派 经历了各代经久不衰 我们非常熟知的东京的诗人陶渊明 他所创作的诸多的归隐田园主题的诗歌 情景交融淡然幽远 被称为是古今的影艺诗人之宗 那如果将影艺诗的发展历史再往前推移 那考盘这首诗歌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影艺诗之史 那考盘这首诗歌的作者 真的是一位告别了凡尘影遁山林的影视吗 那这首诗歌背后还有什么值得品味的故事呢 考盘这两个字最常见的理解认为 是建造木屋的意思 诗歌开篇就描写了诗人影艺的生活 他在山剑之中建成了一座小木屋 那下一句 硕人之宽 硕人在此是指贤人 宽是宽阔的意思 那诗歌在此就构成了一个文学上的对比 诗人在山剑所建的木屋 虽然很小很简陋 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无比的辽阔而宽广的 就如同刘雨昕在陋世名里所讲的那样 思是陋世唯武得心 重要的是居住的人他的品德高尚和内心的广阔 那诗歌接下来就讲 独魅勿言 独就是独自的意思 魅是指睡着 勿是指醒着 言就是说话的意思 就指这位隐士在山林之中 独自的睡觉 独自的醒着 独自的说话 那后两章这一句 独魅勿歌 独魅勿述 也是指他独自唱歌 独自居住的意思 而诗歌最值得品味的就是每章的末句 永世福宣 永世福过 永世福告 那这一句是诗人在讲 自己永远不会忘记此刻独处的状态 也发誓永远不会再返回到俗世之中 不再与人交往 永远不会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告诉他人 那读到这里 大家或许会感受到 诗人在每章末句所发的誓言 相比龟影山林的影视所应该有的那一份 淡然超脱之态 在文学上似乎显得有点太过用力了 那诗人真的享受这种 独居 独醒 独睡 独自言语 唱歌的状态吗 他所发的誓言 真的是他心中所想的吗 我想可能并不是如此吧 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孤独一生 人都会想要与他人交流 倾诉自己的心绪 只是所处的时代可能身边稀有之音能够懂得自己 那这位诗人应该也是如此 从诗歌三章后一句诗人强烈的语气中 我们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无奈和怨气 那这种心理其实是既矛盾又复杂的 论语里孔子就讲 贤者必试 也是出于这样一份无奈 面对昏暗乱世之时 贤者身不焚石 或许归隐田园 寂寝山水之间 才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吧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您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